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化妆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 习先生来到了后场区 这个时候 曾女士抬头看了一眼 又迅速地低下头去 她看到了她的丈夫 但仿佛就像看见一位陌生人一样 而习先生呢 显然也看见了他们 也没多坐停留 从他们的身边竟只走了过去 提起彼此之间的零互动 习先生习以为常 而曾女士对自己的抗拒行为 也直接了当 毫不掩饰 调解开始之前 曾女士不想与丈夫 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与对话 因为她今天来调解的目的 就是为了和丈夫彻底分开 当调解开始之后 我们发现曾女士无时无刻 不再强调自己离婚的决心 我感觉这种男的要不要都不所谓 只想跟他离婚 我坚持要离婚 究竟是什么 让曾女士如此迫不及待地 逃离这段婚姻 面对丈夫的一次次质疑 她又为何解释不清 而这通拨出去的电话 又能否为她证明 你愿不愿意解释吧 说我跟我老公的问题 我说你如果是说她外面干嘛 有人干嘛干嘛 那你就放弃她 真相到底如何 电话里的这个男人 在他们婚姻中 扮演的又是什么样的角色 为何在场的调解人员 集体为看似是婚姻 过错方的曾女士站队 任何时候都要自己坚强起来 你将承担民事责任 你肯定要接受相应的后果 究竟是什么 在不断吞噬他们的感情 破坏他们的婚姻 今天的这场调解 最终将走向何方 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调解现场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 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 曾女士 习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现在只想跟她离婚 在私下达不成一致意见吗 我那时候跟她说离婚 逼着我要五十万块钱 没有五十万 什么都是都没来 你觉得她是为了这个钱呢 还是她不愿意离婚呢 她不愿意离婚 我坚持要离 她对我一点尊重都没有 习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对她还是有点感 有些感情的 但是她觉得我伤害她很多 我也不知道到底 我是哪些东西伤害到她了 所以现在是她要离婚 而问题在你 是这意思吗 对 曾女士离婚的态度很坚决 习先生挽留的意愿也很强力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何曾女士如此迫切地 想结束她们的婚姻 她就一亲别验了 习先生一句话 道出了妻子执意离婚的真相 那么事实如何呢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 习先生决定 从三年前 妻子最初的变化说起 6月15 她去她姐姐广东那边 打两个月暑假工 还没到两个月 8月17 18号的样子 我就催她回来 她说她不回来 我感觉她也变化了 出去外面打工 我也是跟她说了 做零食工工资少一点 我说要不我就在这里 再做段时间 是为了挣更多的钱是吗 对 我叫她回来 她就不回来 不回来就各种理由 就吵架吧 打她电话 她也没时间接 她说她上班很累很忙 她觉得我打电话烦她 打个电话 说几句话又流脸泪 就是生硬气一样的 心里憋着这个气 在这里闷着在这里哭 在她出去打工之前 她在你面前 有过这种状态吗 吵架是有 这种不搭理我什么的 都没有 但是这次出去以后 这种状态很明显了 我这个感觉不对劲了 因为我在自己租了房子嘛 九月份我拍了我自己做饭 她看到我一双鞋 说是男孩子的鞋 她那时候就一个劲地打电话给我 不是不接她电话 接她电话就是一个劲地问 一个劲地问 不停地问 然后有一次是九月三十号 我准备回来 那天在路上打电话的话 就是一分钟没到一个电话 一分钟没到一个电话 内容是什么 就是说你在外面干嘛 你到底回不回来 何光我已经在路上回来了 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 不是打我大姐的 就是打我大姐夫的 我大姐就说了她 你不要老是打电话 何光我已经在回来路上 你打什么呀 在九月份之前 你跟她的通话状态是正常的吗 不正常 就是因为我那双鞋嘛 就一直存怀疑 对 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后面我就不接了 仅仅就因为视频里出现的一双拖鞋 丈夫就断定自己背叛了婚姻 曾女士觉得 丈夫完全是凭空捏造 无中生有 因为丈夫所看到的那双拖鞋 实际上是曾女士自己穿的 但习先生觉得 妻子的解释说不通 因为就在妻子放假回家期间 他在妻子的手机里发现了不寻常 他十月一号跟他姐他们回来了 我看到手机里面出现了一个号码 打电话的时候 十一二点 也有时间接 就是接我的电话没时间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发现问题了 发现问题的当天 习先生就想找妻子问清楚 总在半夜打电话给他的那个人是谁 可是妻子曾女士根本就不搭理他 到了第二天连招呼也没打 就又出门打工去了 习先生很无奈 在辗转反侧二十多天之后 始终悬着一颗心的他 决定偷偷去妻子上班的地方 看一看 十月二十八号我过去 我就看一下他在上班 到底什么样子 怎么这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我就这种想法 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是这种态度 对 我就看一下 我没看他说 一个地址 高的地图导过去的 直接到了他场里 然后我就看到他了 那个时候就跟着他在后面 他看到发现我了 发现我了 他就是跟我说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比电话里表现得 对你还要冷漠 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也不愿意跟我走在一起 就这个样子 然后就这样子吧 我就在他住的地方 我要他拿钥匙给我 他钥匙就拼命不给我拿 他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住 然后我看到他了 他那里地上有烟灰 多毛巾 多牙刷 我就怀疑了 我心里就奔登一下 我就说不好了 就这个样子 明显不是一个人在那住 是这个意思吗 一个人是一个人生活的地方 但是多了这些东西 多余的多出来 有这个人存在 有这个人存在 不是 牙刷是我自己的 毛巾我是买了两条 有时候洗头有一条 他说什么话 我都想笑这个事情的 他毛巾里面有三条毛巾 不是两条毛巾吗 地上的烟灰都在床底下 明显就是不正常的 我以前我也有 我玩的好的同事 有个女的嘛 也会吸烟嘛 也会去我那里吃饭呀 那个时候他跟我解释 他说什么 你愿意想心就想心 不愿意想就算了 你想怎么想就想不想 你想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 就是这一句话 是这样的态度 对 我也没什么话跟你说 这么想想 一直是这样的 不是 那时候他不听我解释 解释也没用 我所以说我干脆不解释 抱着探究的心态 习先生找到了妻子的住处 但他并没有从妻子口中 得到想要的答案 看着妻子总是一副 爱信不信的样子 习先生的怒火 就蹭蹭地往上窜 最后两人大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带着满肚子的疑问 习先生回了家 因为他知道 即便是这些发现 也不能作为 妻子被判婚姻的 直接证据 所以当曾女士 再次回家的时候 趁着曾女士不注意 习先生又开始 从手机查找证据 而这一查 果然查出了大问题 他回来 因为我拿了他手机 看一下 我就是想知道 他手机里面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就发现 那么手机里面的消息 信息都不正常 是关系不正常的意思 关系不正常 他出事房里有个视频 他自己拍的 那个男的在那吃面 吹针那起床起床 这个样子 就是以前一个同事 因为男同事 对 所以确实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但是不是他想象的那种关系 不是 是这意思吗 不是 我们是看我这样子 就是说你出来外面赚钱 你这样子可怜嘛 有时候会关心一下嘛 他跟你在一个地方 打过吗 不在一个地方 特意赶过来 那时候他本来就要走嘛 过来看看我嘛 这个 你有好好解释清楚吗 他不听啊 没用啊 因为 他就是直接自己 自己自残呀 自己刮破自己的脸呀 那我也没办法呀 他自己要自残呀 因为如果 像你刚才就这样简单的两句话 肯定消除不了他心里的疑问 我解释他一样的 不相信 我后面我就直接不解释了 同事关系 这是假的 那个不是他工厂的同事 那是以前的同事 我假话嘛 习先生不相信妻子的男同事之说 因为在此后不久 经过多番打听了他 从妻子家人口中 探听到了这个 与妻子关系如此暧昧的男同事 其实还有着另一个特殊的身份 听他爱姐说 跟我认识之前 那个男孩就是他以前时候 有那种好感的吧 等于就是说 初恋不初恋 我自己不清楚 他家的人不同意他 他们曾经有过感情 然后是因为家人的反对分开 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一个过往 所以你才觉得 肯定不像他所说的 同事安慰他这么简单 是吗 对 我那朋友找我是 我生了我第二胎 之前你们是 像他所讲的那样的关系吗 就谈了半年吧 后面家里面不同意 就分了嘛 然后一直在浙江那边 四年都没谈过 然后09年 我在QQ里面 发了一张照片 他在QQ上看到我 他就说了一句 你怎么最近变了 变得憔悴了 然后也瘦了 我说我在家里面待小孩 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你可以联系我 后面就没联系了 那怎么就会发展到 他就来专程来安慰你呢 就后面我出去外面 发了一个朋友圈 他看到了嘛 然后就 就是打电话关心我嘛 然后也没过来看我 就是到后面过完年过来 就是从这开始 联系比较频繁了是吗 对 然后就只是聊聊天 到后面过完年过来 他就过来看了我一次 我说你看你过得怎么样 好不好 在这个时候 尤其在你跟你丈夫 就是明显关系 这么糟糕的时候 跟这个前男友的 这样的互动 你自己不担心 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吗 没有 没想过这个 从来没想过 没有 他因此而愤怒 这个你能理解吗 这个我可以理解 如果你理解的话 你有为此做出什么调整 或改变吗 后面我就回来了 回家了 当得知妻子口中 所谓的男同事 其实是前男友的时候 习先生就断定 妻子和前男友之间 必定逾越了界限 纵使曾女士一再否认 也辞工回了家 可这并不能打消 习先生心中的猜想 为了捍卫自己的婚姻 他直接向妻子的前男友 发出了警告 她的电话号码 我拿着手机 我用我的手机打了她号码 然后我就跟她说 要打电话 不要这种关系 不要有了 她当时承认 后面马上就反悔了 她只是关心我 什么都没有 就是人家也是这样 当着面 我说三个人当着面说的 我就感觉她是骗子 很显然 警告无效 曾女士的前男友 不仅毫无收敛之意 反而还不断地进行挑衅 这让习先生心里的小火苗 越烧越旺 曾女士有口难辨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自己的委屈和冤枉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在调解现场 拨通了前男友的电话 那么前男友会说些什么呢 她能解释清楚 和曾女士之间的关系吗 习先生 欢迎收看江西威时金牌调节 我们节目继续 喂 喂 什么事 就是你跟金牌调节的工作人员 说我跟我老公的问题 你们的事情 为什么非要把我们扯进去 我这搞不懂 我一开始我就跟她说了 黄欣熙 我说你如果你这一期包容你 你知道 我就这样好好对你 她来就说我一次 我在碰你 怎么怎么样 我说你如果是说她外面干嘛 有人干嘛干嘛 那你就放弃她 她其实外面没干嘛 本来就是没什么 她会这样猜 那样猜 唐先生你好 你看她心态 她心态不行 做人做事心态不行 把我扯进去 搞得我现在都敢跟你联系了 唐先生是说 没有必要把你给牵扯进来 是这个意思吧 是 我是没有那种事 非要那样 那样子搞让事实出来 你想做人做事 就能那样子了 我就是心态不好 我们一避得气了 我说你一说有就有吧 这只会是人家怎么活 其他自己家里什么都 他家里人都太清楚了 这一点 你的意思是说 你了解到了 他们相处中的问题 你在习近人面前 你是本着帮他们解决问题 这个态度跟他交流的是吗 我要去到处说 他现在比我一样 外星人一样 电话一样 我在那边什么 我请酒楼表着少干 到处发说我 骗他老婆 他托他老婆钱干嘛 搞得我现在你家里的翻脸 我现在是真的是 哎呀 唐先生我问一下 你结婚了吗 我没结婚 他老公是说 他之所以会对你这么敏感 是因为之前 你们曾经是有过感情的 所以他就会 这个精神比较紧张一点 那都是小屁还不懂事 我刚开始也是 跟他老公也是这样说的 都过去了对吧 对 我那时候16岁 他15岁 你想想 他一个月等不到 就被他家里知道 就是上了就上了 就这样子的 因为小曾现在跟他提出了 离婚这个诉求 这件事你知道吗 我这种不知道 我现在还想跟他联系 我怕了 我真的是我怕了 我就随便他这么说了 那这组网上 寄他2800块是为什么 那个是借备 我早就还给他了 就要去吧 已经结束了 我没有借过他一分钱 没有拿到钱的 好的 是吗 是 他还给我了 OK 好 谢谢你啊 唐先生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他说假话的 前男友的情绪 显得很激动 一再表示 他劝慰曾女士 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 即便当初承认 也只是意气用事 并没有真的横插一脚 介入他们的婚姻 可是 习先生却笃定 妻子早已和前男友 重修旧好 暗度陈仓 不然 妻子为何放着 好端端的日子不过 一次又一次地 闹着离婚 眼看丈夫陷入怀疑的漩涡 难以自拔 此前还一直不太想解释的 曾女士 决定跟丈夫 说个清楚明白 很快 他便从记忆的长河中 打捞出了那些 让他至今都难以忘怀的 辛酸过往 我记得13年 我出去外面打工 那时候我身上没带多少钱 生活费嘛 就是租房子那些 用了他5000块钱 他就在我面前说 你用了我5000块钱 到时候你发工资要还给我 从那时候我自己有钱 从来没向他要过一分钱 到后面 怀了第二个我就回来了 他也回来了 就感觉那时候 特别特别难 大多数都是靠我爸妈帮我 有一次跟小孩子买点东西 我要他200块钱 真正要了一个礼拜 差点我跪下来了 他表现出来的是 什么样的状态啊 就是不可能给你的 我大儿子在幼儿园读书嘛 然后没有被子 我就想着买床被子 给大儿子盖嘛 然后冬天也冷 我就说买个好一点的 也就120块钱 他气不过 直接把他的手机给摔了 然后那天我就气了 我就自己拿着衣服 就跑出去 就把小孩子扔下了 我说我现在日子过不下去了 钱都不给我用 小何况衣服 是给我自己买东西 是给小儿子买东西 还有一次 刚开始我大儿子病 在医院打针 打了一个星期 花了300 后面就我小儿子病 病得很严重 打电话给他 我说你送点钱过来吧 小儿子病得很严重 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也不关心小孩子 病得严不严重 直接来去 你那边看病贵不贵 贵的话就不要在那里看了 他从来都没有关心过 小孩子病得什么样子 不好意思啊 就是小儿子后来看病 他有问过你 有没有钱够不够用 没有 看病钱从哪来 他说要不你去你妈那里接吧 直接来就去你妈那里接 他不会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是吗 他没有 我感觉这样子 我越过越没意思 别人都过越过越好 只有我过得越来越差 一点都不积极 是真的经济很困难吗 那个时候 以前就是说我一直想着自己做生意 我不想去跟人家打工 我就卖鞋又没卖好 钱也没赚到多少 小儿生病很严重的时候 我就问他 你那里这边贵不贵 而不贵的话就过来我们这边治 他们就说就在这边治一样的 这个时候就感觉两个人感受的东西不一样了 你解决了钱的问题吗 当时 解决了 怎么解决 我带钱过去了 然后平时买东西的我是有这么说的 我真的少买 用得着就在买 那个时候我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们都说 我把我自己摆在地域 从来都没有 我都把四个人摆在一起 都是一样的 抛开钱不说的话 在其他方面他对你怎么样 不好 关心照顾的这种 没有 小孩子病 都是我一个人 两个小孩 要他去买个来费 你自己去买吧 我不去 下雨天 还是我带着小孩子去买的 我感觉这种男的 要不要都不所谓 家里面坏了什么东西 灯坏了 我叫他修 修要叫他一个月 没反应 然后我自己去买 我自己爬了那么高的楼梯 自己装 所以经济上靠不住 对 情感上也靠不住 靠不住 一提起过去所经历的一切 曾女士就忍不住 两眼泛光 而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 以自我为中心的习先生 却从不曾知晓 直到今天 听完妻子的叙述之后 她才慢慢意识到 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 她确实不够尽职 刚开始曾娜跟我相识认识的时候 感情确实是可以还好 那时候我确实贪玩 对她也有就是说这种忽悦 自己老婆在家里带小孩辛苦 对她缺少关心 前面的事都过去了就算了 那事情哪有这么多顺心顺意的事 这些事情会影响到 你对她的看法 或者你们两个人的关心 以前想 以前感觉就是说 有点想不通 有的 我现在想通的没什么事 相比于追究妻子 是不是背叛了自己 现在的习先生 似乎更希望 能挽留住妻子 即将离去的心 那么习先生 能达成所愿吗 对于他们之间的问题 或计团队会如何看待呢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今天拍调 我们节目继续 我今天要告诉更多的年轻人 就是进入到婚姻 确实有很多的要求 但很遗憾 就是现在没有什么机会 让年轻人多做一些准备 然后进入到婚姻 然后成为父母 这是很大的遗憾 这个遗憾天天在讲 但是看不到比较有效的办法 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做准备 没有 所以你们这个家庭 双方都没有成熟的心理准备 没有差不多的 起码的经济上的准备 使得这个关系更加复杂 我们进入婚姻该怎么做 从男人的角度 首先要有这一块有担当 做事不怕苦 因为女人 她们在生孩子养孩子这一块 吃苦是逃避不了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会更多的男人 会告诉大家说 做事要先不怕苦 一个年轻人结婚之后 不管有没有孩子 她一旦怕吃苦 这个家就麻烦了 马上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一开始 在这个骑马的经济上 双方不舒服 然后在骑马的沟通上 你们也不舒服 你看你们处理这些事情 情绪啪上来了 电话啪打出去了 摔手机的摔手机 出门的出门 没法沟通 所以这一块来讲 两边都有问题 就是年轻夫妻 刚进入婚姻 这两块非常重要 一个是做事的态度 为这个家拿一个基础 再一个是沟通的方式 让对方都觉得 哎呀跟你在一起 被信任 被关注 被体谅 被理解 哪怕达不到关注 达不到体谅 达不到理解 对方对我彬彬有礼 这个就是大家讲的 相近如彬 相近如彬彬并不是说 要摆一个样子给别人看 而是以防万一 防止伤害到对方 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们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如果咱们把基本的礼貌放在这里 会这样吗 基本的礼貌其实就包含着对对方的尊重 对吧 对对方人格的尊重 对对方一个形象的尊重 等等 很多话 哪怕很生气 因为礼貌 可能会变得婉转一点 可能会拐一点弯 可能会旁敲 怕 说错话 冤枉人 这才是礼貌啊 礼貌哪里就是那一种 你好再见 对不起谢谢 这么简单 它不是的 这就是你们 一开始都没做好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 争执常常会发生 调解员胡静云认为 夫妻俩的矛盾 不仅源于 当初进入婚姻的时候 双方准备不充分 还因为 他们在遇到矛盾冲突时 缺少夫妻之间 应有的体谅和礼貌 经理老师刘怀博 对此十分赞同 他认为 习先生之所以会在 妻子的情感问题上 产生误判 是因为他没有找到 真正引发矛盾的源头 今天 习先生的一个诉求是 想要去 让婚姻持续下去的 但是我会发现 你所呈现出来的状态 就无法让你身边的亲人 看到未来生活幸福的希望 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就是 这个人很自我为中心 在纠结过去 你们婚姻当中 发生的那么种种的 那些事情 讲那些事情有什么用呢 你讲的再多 讲到最后 是你们这个婚姻 好像就走不下去了 讲到最后 是周女士 她更加坚定 她不要给你过了 是这样子现在 你说你在年轻的时候 不懂得生活 不懂得婚姻 甚至说不懂得亲密关系 这都可以 然后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你也要该成长 那么该成长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一点 就是我们要先去看一看 我们的婚姻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她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我自己本人身上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邢先生 这个问题是你自己要思考的 邢先生 为什么曾女士 她一直坚决地表态 她想要离婚 几乎是没有给邢先生 你留一丝丝空间 是不是 她对这段婚姻 已经彻底地绝望了 我想 她应该是认为 她在这段婚姻当中 已经找不到 她当初 想要从这段婚姻 得到的东西 那么邢先生 你认为曾女士 她是因为什么 和你结婚 她希望 从你们的这段婚姻当中 得到什么 难道她仅仅是想要得到 一大堆的家务 两个又吵又闹的孩子 捉襟见肘的经济 她想得到的是这些吗 我想肯定不是的 作为一个女人 她应该想得到的是 一个人生当中 能够共同作伴 去面对生活困难的 同伴 伴侣 想要得到 能够面对生活的勇气 想要能够把生活 变得越来越好的 这一份力量 但是 我想现在 她的心里 可能这些渴望 都已经磨灭了 都没有了 所以今天 她才会在我们的栏目当中 坚决地提出要离婚 第二点 很多人一谈到家庭的冲突 都会谈虎色变 认为家庭的冲突 是导致家庭矛盾 或者家庭问题的 一个关键原因 其实并不是的 社会心理学家 卢格特曼 他讲过 冲突 它其实是触景亲密关系的 但是 如果缺乏处理矛盾冲突的 这样的方法 以及方式 那么就会导致矛盾升级 所以你们二人 就是没有掌握 这样解决 家庭矛盾问题的 方法和方式 曾女士 就拿你来说 你和你的丈夫 情感出现了问题 我不否认 你的丈夫对你做了一些 让你非常的伤心 的一些行为 但是 你不应该 向你的前男友 去倾诉 你这样的行为 明显 会让你们 家庭的关系恶化 你仅仅是 只考虑到了 当时的一个 个人的需要 没有 从整个家庭 去出发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你处理问题的方式 也是非常的 简单 不成熟 女方 我是特别想跟你聊一聊 刚才在连线的过程中 你看你的前男友是落成的疯狠 你看你一个人的行为 把这一家子都给你搞乱了 你口口声声要离婚 离婚孩子怎么办 假如说今天你一直怀喘着 什么都是这个男人不好 我觉得你再找借口 希望你能好好的过日子 出了问题不要怕 解决问题是最关键 在婚姻中 你应该置信 你应该调整 你应该改正 给自己一点时间 冷静下来想一想 可以想 但是先换证吧 拿离婚证吧 没办法过下去 常言道 舌头跟牙齿还常逗一逗 夫妻在一起 哪会一辈子不吵不闹 观察员廖喜玉 好心提醒曾女士 遇到问题就想离婚 并非明智之举 更何况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 曾女士也要站在 父母和孩子的角度考虑 不要因为一时鲁莽 做出后悔的决定 可没料到 一提到孩子 曾女士却更加坚定 离婚的决心 曾女士指出 她就是为了孩子 才要将离婚进行到底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跟她这样子在一起 我们的关系造成给小孩子的阴影特别大 我大儿子吧 也是应该是说她的 过一年七岁 用武力解决 就是拿刀 习先生到底做了什么 他们的大儿子变得如此极端的背后 又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究竟是什么 让矛盾一再升级 在明天的节目中 曾女士泪流满面 痛陈丈夫习先生的种种恶劣行径 我在家突然之间她下班回来 爱话不说 急剑往我脸上删个散发炸 她妈 不是她妈抱着她 而是抱着我 她往我死里面打 我在她家 不得爱你 听完她的叙述 原本还想帮习先生 劝妻子回头的观察圆满 竟纷纷倒戈 站在了曾女士这一边 如果说你是我的亲妹妹 我是百分之百的 不留一点余地的 坚决地支持你离婚的 一定要自己要强大起来 可是当所有人都支持 曾女士离婚的时候 曾女士的父亲却走上了场 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都不守他们四个平坑 甚至也老泪纵横 把自己哭成了一个泪人 父亲为何要阻止女儿离婚 曾女士又将如何抉择 敬请期待明天的金牌调节 自我效能的高低 决定了她对自我能力的 预估和判断 自我效能感高的人 她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能够期望直高 而且预示冷静理智 乐于迎接挑战 对于自暴自弃这种想法 会控制得比较好 你的自我效能感 能够帮你解决 现实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吗 赶紧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关注金牌调节 微信公众号 输入自我效能这四个字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面